政府轄下烧烤场重开,12人限聚令仍然生效 第一,政府轄下的烧烤地点将会重开 而有关的部门是着手会准备是下星期四 即是11月3日开始陆续重新开放有关的设施 第二,我们是想会解除第599F章下面 面对于餐饮厨所和表列厨所营业时间和糖食时间的限制 另外包括婚宴在内不同娱乐和聚会场所的活动 参与者在台上影响时可以豁免戴口罩 措施由11月3日至16日开始放宽 有关高等法院就医务卫生局局长无权废除涉事注册医生 所发的免斟斟司法复合案判政府败诉 其后行会通过父权修例 卢宠某昨日宣告7名涉事医生所发近2万张相关免斟子 11月9日起失效 李夏欣重新因应防疫迫切性 直接修例最合乎公众利益 有些如果真的适合打疫苗的朋友就不要等了 请更早去打针 将自己由一个高风险的病人 变成一个低风险的市民 被问到合理怀疑7名医生没有临床评估的理据 李夏欣指有医生一日发出几百张面针子 令人难以理解 亦有涉事的医生离开了香港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未审占判 其实如果你看新的599L的条例 是赋予局长有这个权力去做的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请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